太热了,藏在树后面给大家说两句 最近发现很多人焦虑 就是因为他在RAM加拿大 或者说在找留学求职的过程中 非要货币三家 那我觉得买东西可以 但如果你是做这几件事情 千万千万不要再货币三家 因为越比越困惑,越比越难选择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是大数据时代 或者叫信息时代 没有任何消息是找不到的 只要你想去找 但是呢,问题是 大家都现在搜集到的是碎片化的信息 有很多人比如说 我大学啊,怎么留学啊 我留学完了就能够拿到身份 这些都是断章取义的这个说法 或者说理解 那你真正的想要搜信息 你要怎么办呢 你要要么就从头到尾 做一个研究 深入的研究 不研究到你完全懂 千万不要放弃 要么另外一个途径 你就干脆交给这个专业的人 或者咱们说有经验的 或者专业人士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嘛 这是有道理的 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啊 就是有这么几种情况 就是他们白天呢 还要上班 或者说还要上学 然后用一些碎片化的时间 来找一些碎片化的信息 那就是理解为怎么样怎么样啊 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 在国内大家搜集到信息啊 不让出来 然后没法办签证 护照没法办会被减掉等等等等 那结果证明呢 这些都不是事实 还有的人搜到了 有关加拿大的信息 比如说我不管怎么样 我为了节省成本 我就是可以旅转学 大龄留学 然后学工移民等等这些 这些没错 那这些呢 是你只知道了开头和结尾 你不知道中间 其实中间是最难的地方 那么讲这个中间的难度 你一定要去理解清楚 调研清楚啊 有的人呢 想要run加拿大 那你run的途径 加拿大有10个省3个区 再加上联邦差不多 有14个体系的这样的移民项目 然后呢 打碎了它有100多个 你要么就一个一个掰开 留碎了 了解清楚 然后你就能够分析出来 这个结果 再有一个就是 你其实没必要去了解那么多 你要结合你自身的特色 看看自己想要找哪一 走哪一个项目就可以了 回到刚才的主题 就是你没必要货币三家 你选一家 你认为这个比较专业的 或者你认为你值得相信的 所有的产品 其实买的都不是产品本身 是买的你当时的emotion 叫当时的情绪 和所卖给你人的这些人啊 销售人员本身 你倒不如为了节省时间成本 资金成本 你就直接选择一个你相信的人 选择你相信的 即使被骗 你也心甘情愿的 这种时候 要给他帮你做出一定的指导和选择 如果你连这个人都选择不对 或者你没有能力去选对这样一个人 或者这样一个机构的话 这就是取决于自己了 所以首先要定位好自己 再去选择 再有一个就是要从终点往起点选 先看看你想要的是什么 然后再回来选择路径 而不是听别人说这容易 听别人说那个省钱 或者说听别人说怎么怎么样 千万别听别人说 因为别人跟你说的都是碎片化的信息 也是听到的 经过加工的信息 所以呢 一定要选自己认为可靠靠谱的啊 这样呢就不会纠结 而且呢选择就会很简单 很明了 我们这里主要分享的 有关加拿大留学工作求职 然后创业的干货信息 我们下期再见